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個在溫哥華西區的兩房condo 是我們即將上樓的listing 亦是溫哥華西區的第一站 稍後還有下一條影片 這次是一個剛剛交樓了一年左右的新condo 它是一個屬於低樓 但在 concrete building 不是木結構 所以踩上地其實很確定 地位是屬於marple area 是誰 老道 屬於marple area 但不是我們之前介紹過幾次的marine gateway 而是一個比較怎樣解釋給大家聽 是中間的橋交界下面的地方 我們都是最頂層的unit kind of a penthouse 兩房間兩個洗手間加一個書房 室內總面積有812呎 現在是屋主住 家裡也打理得很舒服 單位主要是向北 會看遠方 會有山景和城市景和tree views 可以看到後面有些park 附近都是low rise building 向東北邊看過去 就會看到marine gateway 我們之前拍過幾條影片都是那個area 我們今次這個單位的話 它的跡其實都頗實 沒有甚麼轉彎位和走廊位的 門口進來已經是儲物櫃 加上laundry 然後就是一個廚房 然後飯廳區 客廳區 客廳這邊 除了剛才向北的窗 還有偷左偷 西邊這位還有玻璃門 這邊可以出到露台 這個坐向前看 就像前往一樣 North facing的山景 雖然這邊有個西側窗 但是這房間也有個鑽關 旁邊的建築 或者這個建築圈 擋了一點 所以不需要當西斜得太厲害 加上那座樓是有冷氣的 下面大家看到很多植物物 其實我們六樓是屬於最高的top floor 5樓有个屁股堂园 在我们楼下 整座建筑人都可以去到 下面还有些园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园景观看 这座建筑是8888 Oslo 很容易记得 由这里的话 如果开车去Marine Drive Marine Gaitray那边 去黄亭喝茶 去大通华买菜的话 开车5分钟就到了 走路比较久 23分钟之内可以走到 走路比较快十多分钟 这家屋主基本上每天 都会走过Marine Drive 乘坐巴士十多分钟 10分钟巴士就可以去到Marine Drive 转Skytrain上去Vancouver上班 我们继续讲回单位 刚刚还没看厨房 这个是一个很功能的 U型厨房 雪柜、楼头的尺寸都是30尺 比较高的雪柜 没有那么大 没有30尺吗 当然没有 这个不是30尺吗 是30尺 所以两字有问题 然后下面是冰柜 然后又是很高身的两格柜桶 开了大家的私隐 然后这边有一个窗 可以放微波炉 这个高度最适合清洁和放东西 下面是焗炉 一样基本上不用烤底芯 这个很传统的Asian family 烤炉就用来放煲 小碗碟机就用来放碗 所以这个焗炉其实没有什么用过 不是啊 暂时收起而已 我真的觉得 你利拍就收起 不是我觉得 要么就是屋主清洁得非常干净 要么就是不用 因为摸上去完全没有油脂 很干净 是吗 为什么不用 很多都是这样的 很多亚洲家庭的香港人 那些是不习惯用焗炉 和洗碗碟机的 可以听说 我有一天用 这个他用的 这个应该是真的用的 这个正在用的 刚刚还有水积 刚刚洗完 好 讲完笑之后 就回到这边 楼头是Bosch 30寸5 gas burner 所以这一座建筑比较新 Gas和冷暖气 都包在Strada 3里面 接着这边有一个U形 它的桌面是白色的 Quartz 石鹰 这边的楼头配了灰灰的色 这边是浅色的木纹链 下面是深色 也有一些颜色看看 这边有一个Open Shelfing 给你摆一些东西 里面都是一样的楼头 这些都是按出来的储物柜 一个U形的厨房的话 它有储物空间也多 好像这个上面 都会是存在空间 包括楼上也是 刚刚看微波炉焗炉 下面还有一格柜桶 你确定上面也是? 这个? 应该是的 但问题是 这个开了就关不回了 我试一下 看见到吗? 可以开的 OK 不过这些开了很容易 摆到天花板 就关不回了 所以就不要搞了 这些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然后楼头下面 因为焗炉搬到旁边了 所以这边都有些柜桶位 很整齐 我终于摆到 你看看 整理器 好 然后这边有个转弯柜 没有转盘的 就是这样放东西 但这个转弯面也比较小 好了 银子比较大 它很长的银子 这边的椅子 现在放了两张巴凳 我想放了一张都可以的 接着就是两边 这边是主人房 这边是客房和洗手间 我们先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 它还有个私家露台 其实这个屋住 他们是一个结婚 他们把房的用途调转了 他们反而用主人房 用来健身房 直接放了跑步机 所以说要确定 如果这个屋住在上面 跑到下面 那边不是跑步机 对不起 不是单车机 差不多 其实真的要确定 确定要确定才可以放 如果你想像一下 这个屋住在上面 这样移动 下面肯定会投诉 单车好一点 跑步也可以 跑步的声音 单车好一点 单车要转 你试试 不是很好 我用别人的东西 这个主人房 它还有个露台 刚才我们看了外面的小露台 其实这里还有个露台 是可以走出来的 那屋住在露台铺了 IKEA买的那些 好像木的东西 令到它更漂亮 这个露台还大一点 就是转弯出来 这边看进去 就已经是客厅了 这个露台 看出来也挺舒服的 然后又有北边的山景 可以看到少少西 一直可以看到东边 好 那我们其实呢 看一条桥 其实这里 不是要关门 噢 这边就是那个 这边呢 其实下面已经是 Marine Drive 的了 那我们呢 其实呢 这条桥一来 已经呢 如果你转那边 是Marine Drive 那边一来 就是屋街上去 那边就是Granford 所以这个地区的话 其实去机场 去Richmond是很近的 基本上呢 你在下面呢 开车呢 兜个框已经可以上桥 去Richmond 或者上Vancouver 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好了 那我们回到去 看完露台 那这个露台 全部都有Cover 那它这个主人房的设计呢 是比较长表型的 那相对来说呢 它这里是最阔 大家看到它 直接有个电视机房 在这里 但是前面近露台 这个位置就相对窄一点的 那可能你放在家具上面 就多一点心思 但是它很长身 变成你分分钟可以在房间 放个港琴 或者可以放个柜 那来到这边的话 那有一道门可以开门 那这个呢 就是进入衣帽间 那它是两边的衣柜 也都做了 屋主是做了一些organizer 那边呢 那边呢 就有些柜桶 那边都放了两个IKEA的储物柜 那边就做到顶 那边呢 可以关门的套翅 那套翅 那套翅的话 相对于 刚才的客厅就小了 哦 客厅没看 等一下给大家看客厅 那套翅的话 就是一个sink 洗手间在后面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shower stove 也有一个handheld shower 那我们现在呢 就看了 第二屋楼和客厅 走过对面之后呢 它就是这个第二屋楼 其实第二屋楼的尺寸 都很大尺寸的 我进去你的床头 现在这样摆 那挺有趣 其实这样打横摆 也可以 可不可以打直摆 可以的 但是那套翅怎么办 那套翅位可以摆书桌 但你的床会长 会长 会长 这样摆 这个单位是比较长的 我感觉上 所以它两间房子都是长 广阔就不太阔 反而是长度比较长 好 这边就是衣柜 这个就是普通原装膠骨的衣柜 就是一个rack 好 刚刚看了饭厅 在这里 洗手间走出去 这边就是了 这个呢 反而客厅大很多 这个当初设计 其实都是accessible unit 所以其中一个洗手间 在你门口进来 可以进到轮椅 这个会较爽一点 一个单的sink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储物空间 还有柜桶 还有柜桶 还有medicine cabinet 这个可以打开镜柜 这边也有特色的wood frame 可以放一些display unit 这个呢 刚才主人房那个是shower 这个就是浴缸 然后走出去这条走廊 会有一个钉在这边 还有laundry 在这里 这里入门口有个衣柜 是entry closet 然后这边就是stack up 搭起色的洗衣机干衣机 在bloomberg这个牌子的 这边就是钉 现在这个钉 就比较多东西放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钉 其实都放很多东西 打开了之后 后面还有些空间 这边基本上都很高 现在屋主已经塞满了东西 这个单位呢 它是跟一个车位 而且屋主最近是加了些钱 加了3500元 是upgrade了去EV charge 所以可以泊链车 现在我们来周一就会上盘 那我们的挂牌价就是94万9 管理费呢 每个月到378元左右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职 刚刚我们呢 门口进来 里面其实也挺大 里面是洗手间 对厨房 这边是第二屋的套间 这边是master bedroom 它比较长 闊的位置就是这里 然后就客饭厅 两个楼台 总面积812尺 这一座楼的话呢 一个很新的建议 2022年去年才交楼 好了 那我们看看周边的环境 和大家 出到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座建议 在这里附近呢 有很多low rise 之一 但是呢 是最新的一座建议 然后呢 然后呢 向前面走呢 就已经进到 继续是进去 那个 可以上去屋 就是你转两个弯 都有很多trees 那向南边走的话呢 就会是比较繁忙的大马路 那里就是marine drive marine drive 一路可以去到哪呢 一路可以去到marine drive 还在温西 一路在过去去到Vancouver East 温东都是同一条大马路 在那里就会越来越多食物 那我们现在就打算 一路向东西开 那大概 我相信駕鞋十几分钟都不用呢 就已经可以去到一间叫做 新鱼港餐厅 我们今晚就在一起吃dinner 这一排好像很流行吃澳洲龙虾 很久没吃了 它这个是什么做法呢 它说是潮州做法 潮州冰 潮州冰 我觉得好像假的 好像塑膠 是啊 哇 我们不如来试一口 先不要拿着看 不是欣赏一下 蛤 欣赏它怎么做 它反转了肚子 是吧 就是想我拆开 它起了肉的 是啊 它起了肉 然后它将这里是一片一片的 很硬 很硬 哇 是啊 你试下 味道很快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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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那些肉很实 是吗 是啊 是啊 它是不是腌过的 它有点酸酸的 是啊 我也觉得是 怎么样 妈 你拍过我吗 你拍过你了 哈哈哈哈 很特别 是啊 我没吃过 我买箱很漂亮 嗯 但其实它可能不是说 马上是新鲜湯的 已经做好了 好 好 我再来吃吧 不像龙虾的味道 但它也挺鲜 它是什么鲜甜 不是 它溢了 就是龙虾的海鲜面 没有了 冬菇回来的 好像那个地球派 那样 这个是新鱼港的招牌 玻璃鱼 哇 就这么咬吧 好 好脆啊 先喝汁 有汁 有汁 有脆皮 它的玻璃鱼鱼鱼鱼鱼 可能是它的光澤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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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吃下去 你会感觉有一汁油 汁味在你的口中 虽然香港的东西很好吃 但是也是回到温哥 不知道为什么吃得更加开心 是吗 嗯 老水如鴿 好像很多都 吃吧 不用等我 我最后才吃 吃吧 不用害羞的 哇 哇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凉好 等下那个汤 那个海底椰 哇 我看到有汁和油 脆皮 内里有汁 海底椰鸡 是不是 滷水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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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些猪大肠 这个是什么用 猪头 猪肚 肥猪肉 哇 有肥猪肉 这个是海底椰鸡汤 我觉得它应该没什么味道 所以每次喝完这个汤都很舒服 可以喝很多碗 这个是我妈最喜欢的鱼香汤 这个是鱼鱼粒 有点不同 这个是咸鱼粒烤茄子 你老公选的 好吃 好吗 好啊 好啊 咸鱼鱼粒 好啊 它真的是海底椰 还是什么 真是海底椰 是啊 它真的是海底椰 然后有些裸片 你见到吗 材料挺丰富的 有只鸡 猪大肠很久没吃过 有些猪肚 咸鱼鱼 我这个吃不完 回去送饭了 对 你们没人吃鱼鱼鱼 都凍了 没人看 没吃 我可以吃 还没吃 我没人吃 有虾头 是 它是龙虾头 他说这个粥是那些龙虾头的渣 还有个哈鱼鱼鱼鱼狗 很饶 有些龙虾的鲜味 什么 为什么吃到头是很肥高 是哪一个 現在沒有了 那個龍蝦198元 然後乳鴿 它是容易吃的 哦 是的 龍蝦容易吃 原來有很多肉 是呀 我也覺得是 每人都有些蝦殼 然後乳鴿兩隻 85元 這個29元 海底爺燉湯68元 我還有中的 才有小和大 今天賣單 我們五個人就吃了 加上稅的439元 叫做8888 Osler 希望所有住在這座 一定人都可以發達 這樣說完笑之後 我覺得這個笑話很冷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屬於Pent House Unit 最高的一層6樓 等等 重新來說 因為不好笑 你可以不說 不說什麼 他好像沒所謂 叫他的耳背 沒有那種挖你的 好